你的题目是什么? 我的题目是 杜绝盗版、消费者、临生不很重要 好,那你的题目是? 我的是杜绝盗版、东部以及消费者、临生不很重要 我的是杜绝盗版、东部以及消费者、临生不很重要 很好,那开始杜绝说 那现在请杨光大致,然后把你的观点做出来了,正方起开始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前进 现代社会的创新能力日益发展,各种各样的商品、产品 犹如雨后春时般充现 例如最为新世代追捧的电视产品 肉如娱乐大众的传媒产物 再如立足扑衰的文化作品 但创作之后一系列的后续问题随之而来 而最严重的就是盗版问题 何谓盗版,根据百度网站的定义解释 在未经版权所有人同意或授权的情况下 对其著作的作品、出版物的进行制造跟原代码 完全一致的复制品,然后再分发的行为 而人们也一直回答如何解决盗版问题进行探索讨论 主要的观点集中在两方面 第一方面是消费者的行为来布决盗版 第二是从政府监管方面着手去限制盗版 而我更支持前者 在我看来解决消费者问题 才能从根本上布决盗版问题 因为如果单单依赖政府监管 例如加大搜查力度 增加惩罚手段 提高惩罚程度 并不能布决只能减缓减轻 因为当盗版者全能利弊过后 他们依旧会挺而走前 所以政府的监管只是治标而不治的 如果能从消费者助手 提高消费者素质意识 让消费者明白尊重版权的重要性 从而促进创作创新 形成一个健康的消费创作良性循环 才能压缩盗版的生存空间 最终实现盗版 渡却盗版的目的 因此我认为渡却盗版 消费者比政府更重要 好 现在团包开始问数 我的想法是理解盗版政府 比消费者更重要 盗版是琴海作者的权益 可以把福祉别人的出版品 盗版的生意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我认为如果正式想处理这个问题 政府应该比消费者做得更多 现在我会给你们两个原因 对读解盗版来说 政府应该比消费者更重要 第一个原因是百姓的安全 有很多时候做盗版的人是外人 这些人知道他们做的事是非法的 但是他们依然去做 这些人就叫贼团 百姓不应该要去处理这些贼团 他们很可能会受伤 政府有责任防护百姓的安全 给政府送化的警察去抓这些罪犯比较好 第二个原因是经济 一方面一些小费者 盗版的东西因为比增版的东西便宜 如果这些小费者没有钱买增版的东西 他们怎样会想读解盗版 另一方面政府同支盗版的生意 对社会的经济有利 比方说买盗版的东西的人 可能拿他赚的钱去别国用 因为他们赚的钱不会包给政府 知道所以政府不可以控制这些钱 如果我们国家小赚钱就等于我们的经济地 所以我认为读解盗版政府 比消费者更重要 好 谢谢 好 现在请政方 他请问两个问题 消费者的群体十分庞大 可以是一个家庭 移动居民楼 可以是一个社区 一个城市 或者是一个国家 甚至是一个地球 而政府要宣传打击盗版 又怎么能保证没有漏网之余 保证每个市民都知道 政府怎么体现主体作用 可以是一个政策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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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情 它怎么能体现它更重要 OK 呃 我觉得 政府不需要 控制市民 呃 呃 活着 活着 他们 不可以 政府不可以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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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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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球有接近60亿人口 也就是说 只能只说美国也有4亿 单说纽约也有一千万 就算政府将降低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对打击起到政策作用 又有多少人会害怕 你要知道 如今政府做事或出台政策 都是做事而已 到达客人后作用都不大 政府又怎么体现主体作用 没有问题 我就是没有 好 那你们现在人这么多 那你要怎么 政府怎么让每一个人都知道 政府怎么让每一个人都买正版 呃 呃 好 现在我们都要开始公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然 we got to each other 好 没问题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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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经常有法力去打击 和对接到网人 呃 如果政府打理全去全全打击 到网人 呃 呃 你觉得 呃 非常可不可以方向 呃 有没有办法 放手 有没有在床 对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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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在法庭面前 他的意思就是说 应该怎么说 就是说在法庭面前 我觉得人人平等的 然后谁有谁犯法 就是谁买到吧 就是谁犯卖到吧 就会受到惩罚 这是理论上可行 但不一定做到 每一个人都可以受到惩罚 也就是朝向说 就是地址上分 有点像婚外情 政府也不提倡婚外情 而且大家知道婚外情错了 但实际上还是有很多婚外情 就像柯林顿跟莱文茨基 他之前也有婚外情 也就好像说你说谎的话 大家知道说谎是不对的 但你还是会跟你老师 跟你老婆 跟你亲人 跟你妈妈说谎 所以说我觉得 关键还是要调个人 就是说如果你个人做到不满的话 盗版就会没有生存空间 大概就这样 好 大家先在一起 这样开始结合了 杜绝盗版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过程 在比较消费者与政府的各自情况后 我认为有三点可以证明消费者的重要性 第一 消费者取得的效果更全面 因为政府的人力不一都是有限 只能抓住问题的关键 无法对盗版的每一个领域做到面面俱倒 所以消费者团结起来进行抵制打击的层面 比政府更广泛 盗版将难以生存 第二 消费者取得的效果更长久 我们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因为政府只能集中力量办事 无法一直站在打击盗版的第一线 而消费者的欲望却一直存在 盗版 抵制盗版的效果将会更深远 让盗版市场逐渐没错 最后消失 消费者取得的性价比更高 因为我这里说的性价比就是说 取得的效果与付出的代价的比值 政府在打击盗版的投入花费高 而且把握的消费者不同 消费者只做到举报或者抵制不满 便可以对盗版做得很好的动摇效果 所以我最后的结论是 入学盗版消费者的医生 好 谢谢 好 现在请反方开始 好 大家我们想 再听到几个原因为了 读解盗版 政府与小费者的重要 我们已经知道 盗版是一件白事 因为对社会经济和百姓安全有关 对于社会经济来说 盗版的生意都是钱不钱 如果国家经济没有钱 这个国家会出大问题 比方说 北州有很多地方都没有钱 经济很差 所以有张登 极荒和很多人死亡 这些情况一定是政府没有社会而处理的 要前途小费者的基础 不是一点努力的事 我认为有一些小费者不想不解到 跟前有关 但是如果有提过多的学习 就不需要等各个人用一言一起合图 而可以积极出力 所以我觉得政府比小费者重要 好 谢谢艾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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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